根据朝中社8号的报道,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,7号,携女儿金主爱,视察了人民军宿舍,庆祝人民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的到来。 报道称,金正恩与女儿前往宿舍,受朝鲜国防省指挥官、朝鲜人民军大联合部队及联合部队的军政指挥官迎接。 参观宿舍后,金正恩携妻女出席建军节庆祝宴会并发表演讲。 他在讲话中称,朝鲜军队能在当前的艰难环境中发力发威,是因为继承了第一代革命武力的崇高使命和坚强精神。 金正恩说,他相信老一代忠诚奋献的本性,完好的传承给了新一代指挥官和官兵们。 开拓固然很伟大,但继承同样伟大。 基于此,朝军成为世上最强军队,回应时代和历史的召唤。 韩联社预测,朝鲜当晚将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式。 届时金正恩有可能出席活动并讲话,对韩美作出回应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